张景淳、罗天玉以及李卿华三位好兄弟 早前兑现十年的承诺 一起创业在深圳开小食当卖港式美食 短短时间已经反应很好 获三个营地邀请摆设小食当 景淳这天凌晨在佛山赶回香港 再回电视城开工 他都说到三人如何分工合作 我比较偏向于食物那方面 我喜欢一些落手落脚的东西 所以我有去跟师傅,即是叔叔去学 当然我是未满私的 但是尽量可以去每间店 就是我吃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 那我就有一点食物监控 还有轻华就比较口才好一点 他就去协商 我刚才就说又有人来 可能邀请我们 他去谈 他去谈 那天宇就英俊 吉祥物 站在那里够 他对设计有些想法 我们背后也有一个专业的公司 帮我们把一些东西落实 天宇可能有时候说 我想这样 他会把那件事专业地 真的拆了出来 是 平日开档 当然遇到不少粉丝来捧场 景淳也有分享一下曾经遇过一些粉丝的难忘举动 有一个男粉丝很神秘的 他每天都会打卡一杯奶茶拍张照 下去就买一杯 但他每天都会做这件事 接着我们就 是谁来的呢 我们反而反而反过来 我们就想追踪他是谁 追踪他是谁 对啊 一看到他拍张照 我们立刻去 又不见了他了 对啊 但是他会在网上说 哎呀 我又见不到你们了 但是其实他不停在避免我们 我觉得很有趣 可能是策略来的 对啊 令到我对他很有兴趣 很好奇 对啊 还有很开心的 真的看到有一些万岁的顾客 是 那他就去到某个点数 他说 喂 那还有多少货 不如我就全部包了 请全场吃吧 哇 对啊 很厉害啊 对啊 那里已经是我们那一天 备货的四分之一的货量 简单来说 是 我想那里有四、五十人份的货量 他一次过包了 我说请大家吃吧 那去到某个时间 我们有顾客来 我们已经说 我们没有了 卖了 不过我们可以送给你吃 暂时都是在深圳等地区的营地 开设小食堂 景淳也透露 有意开设实体店 会啊 实体店始终是我们一开始目标的 我们觉得由营地的切入点 比较适合我们去上手 希望这个暑假 我们这个暑假 可能希望七、八月 有机会做到这件事 如果一切顺利 但都要经过很多努力 是的 所以现在就努力着 是的 回来到香港 就真的打大佬了 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租金很贵 是的 还有香港真的美食天堂 很多东西吃 而且我们是做香港的小食 回到来 很多竞争 是的 周围都是我夫座郎 是的 所以我们要做到好好好 那一天我就可以回到香港 可以招待我们自己的 我突然想起 外回家一帮兄弟姊妹 有没有上去支持你们 我想我要带一些回来说服他们 炮哥有跟我说过 喂 什么时候带鱼蛋下来 是的 是的 这样 我想我可能会拿鸡蛋仔机进厂 如果 有机会的时候 希望可以 开工有鸡蛋仔吃 访后一下 阿Mo 阿Mo的厂有咖啡 那我希望 我的厂 可以有鸡蛋仔招呼大家 好